好,这一天我讨料很多宝贝 里面也有一些是跟音乐有关系的 好像这一些都是跟音乐有关系的 你要知道是什么吗? 好吧,就让我来跟你看看其中一盒是什么 我们开这一盒,好吧 像今天讨料一些也是有关科技的 比方这一个电锣铁 但是这个肯定没有骗你的是有关约的 就是开箱看看看看吧 没有还有,盒里面有 你还猜不猜到是什么呢? 你问我这个贵不贵? 不贵,八元而已 现在你应该可以看到它是什么 哇,看到了没有? 还没有吗? 再快给你看 看到了吗? 是个结他的身体啊 结他的秦胜 因为它运松突动 它不怕得这么好 可能我也把它弄坏了 然后,插成这个样子 你应该可以看到了 这个肯定是什么? 是个电吉他的body 我告诉你 这一套就是一套电吉他的什么套件啊 那,这里是放着一个配合啊 我们叫这个电吉帖的 这里是这个病 还有这里是其他的 好了,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使用 这包装是蛮健康的 所以不容意外 那,看到了吗? 这个是说明书 哇,琴是这样做出来的 再看看里面有什么 线呢? 刚才我说这个 这个是桥 这一套琴是贝斯 是条线的 看到了吗? 这个是旋钮 还有其他的螺丝 等等 闲线还有 好了 最后一盒 肯定就是那个病者 那个琴病 这个琴病不能取的 尤其是是因为这个是贝斯 贝斯的琴病 更重要 因为他肯定不能取的 他包装都很好 包装都很好 但是他包的很厚 只是东西不多 这个很好的病者 很好的病者 但是盒子这么大 这个跟这个粘起来 那一根 那已经是一根 钉结它 所以它就是一个搬成品 要把它弄起来 应该不难的 但是首要你要把它这个 这个油漆啊 把它打磨 抛光 然后最后才把 这些配件 装上去 然后你就有没有一根 新的贝斯了 那你看到这 这些都是 不同的吉他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有木吉他 这些都可以花我很多时间 去把它账配弄出来 好了 今天很高兴 大家陪我一起开箱 今天我的分享 现在到这里了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你关注点赞 记转发 再见